如果程式前面有單引號就是註解 那不會被執行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有多個條件 或者是多個步驟的話 通常我會在前面加一個阿拉伯數字 表示說呢這個順序 那以後呢 我再重新閱讀程式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如果說呢 全部都是程式的狀態的話呢 很多同學 其實一看到那個程式碼 全部都是程式碼的話 大概都會這個 可能看了都會有點 沒辦法太能夠接受 那當然像 因為我們是 長時間在轉寫程式 對多數程式不會有太反感 不過一般同學應該不是 所以大部分呢 都會建議各位就是說 每一行程式 只要你看過 不管 你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一定要寫一些註解 那這個註解 是寫給誰看的呢 當然主要是你自己看啦 不過呢 假如說你這個聚集有可能 或者你的VBA 有可能是給別人使用的話 那當然還是要寫給別人看 所以呢 像以往我們是一個 一個團隊所開發出來的程式呢 在寫註解呢 還有一定的規則 你要怎麼寫註解 甚至要怎麼樣去 這個宣告什麼樣的變數啦 或者什麼樣等等 一些規則都會定出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程式撰寫 你寫出來之後呢 可能 你 不一定只有你 你才能 就是說以後可能會是別人在維護啦 或者說 其實像那個工程師 像程式設計師的那個 生命周期很短 太緩率也非常高 經常在換人 所以其實 那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存在 多方都會希望 這個 這個設計師在寫程式的時候 也可以把註解寫清楚一點 寫清楚一點 那寫程式當然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就是說維護上的問題 主要的原因是 程式 寫程式沒有固定的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沒有一種答案而已 像我們剛剛寫的 你可以用select case也可以寫出來 你用if也可以寫出來 那哪一種比較好呢